监视期拍到保时捷从路口出来刚起步 要跨越双黄线左转 没想到一台机车也逆向要左转 两台车撞在一块 保时捷更是直接骑到机车上 骑士重衰落地 再看一次监视期画面 保时捷开过来 机车也逆向左转 保时捷直接骑上机车 骑士倒地 来听一下警方说话 一车前车口及底盘受损 二车前车口及右车车身受损 等案双方驾驶无影韭 一车驾驶会受伤 二车驾驶身体手脚多处擦伤 事发在2月28号下午近4点 西屯区黎明路三段 80年次的赖姓男子开保时捷 与44年次的张姓骑士碰撞 骑士多处擦伤 送医后没有打碍 警方表示双方没有酒驾 详细的教室原因 还要进一步厘清